与天18日原本要参加选战记者会 没想到人都到门口了 突然接到于燕齐状况不佳的电话 赶紧折返到医院 随后于家人全员都到了医院 对此经纪人也低调表示 目前状况不是很乐观 因为疫情关系 现在病房不能带太多人 所以目前只有于燕齐的老公 一人在病房内陪伴 但老公于下午2点时外出买饭 再搭车回医院 回来时手上提着一袋饮料 似乎是要给家人们补充能量 但对于记者关心于燕齐状况 于燕齐老公仅点头摇手 低头不语沉默一阵后 仅低调表示谢谢谢谢 听到大家都很关心于燕齐的状况 他也再度表达感谢 并点点头挥手致意 至于病情则一字都没有透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